好,一百塊太誇張了 幾百塊了? 八十耶,差不多 看一下那個學習單喔 來,那個三下的學習單 第一題沒有題吧?看一下 學臉 小心,小心,小心 那個紙喔 紙喔 可可 熱的嗎? 我後不會投 那我的 那我的 第一題有問題 沒有,沒有問題 在哪裡? 對啊 你這份沒有交給我 沒有交給你 沒有人交這份給我 這份還沒有人交給我 這份還沒有人交給我 這份有人交給我 這份有人交給我 我希望有點消失喔 閉嘴來 我第一頁喔 超死的 好,然後那個 第二題是說 這個是以前的經驗 上這個課的時間 大部分都已經到 那個秋 是秋天末期的時候 因為是三項 他是三項的課程 他是在秋天末期的時候 所以會有枯水期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過年前 有枯水期的問題 對不對 記不記得 大概12月左右的時候 那不是說 沒有雨啊 那個颱風季節 這一次颱風季節 比較沒有雨 去年的颱風季節 比較沒有雨 所以石門水部 水不夠用 記不記得 那枯水期的時候 為什麼台灣的水質 有沒有這麼的缺乏 因為台灣小啊 然後咧 然後 台灣四面黃海啊 那四面黃海不是水很多嗎 河川 一塊這裡流水 河川的水很快就流到 因為台灣的水太平衡了 這跟台灣的水太平衡了 這跟台灣的水太平衡了什麼關係 因為台灣的水太平衡了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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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個 現在我們台灣蓄水的水 好不能蓄了一點水 可是水真的太平衡了 很快就被用 大家就爛用了 好第一個 第二個是 台灣的水根本就流不下來 為什麼水流不下來 蒸發 蒸發 我們剛剛準備講過 台灣的水根本就流不下來 他們都走到一隻瀑布裡去 好像我們 我們台灣的地勢就是這麼陡 所以水都很容易就流走 好那另外一個 其實還有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是我們台灣的 你看嘛 水從山上流下來 我們如果山上種了很多樹 這樣樹會把水分抓住 水不快 水部保住做的不好 水分的 我們的森林很多被爛啃炭法 森林不夠了 森林不夠它水就含不住 含不住 含不住 那水就會變得越來越少 所以這是我們水零缺乏的 一些主要問題 好第三題我們剛剛解釋過吧 好第四題 地球當然說內陸糊 譬如說哪裡 石海 石海的鹽份比較高 為什麼 比一般的海起來高 石海的水 甚至它的鹽已經高到就是到 可以浮在上面 我們的海一定也可以浮在上面 會不會卡爆子 有人是坐在石海的水 你大概浮這麼高起來 可以在那邊看爆子 石海的水密度很高 一塊一泡就乾掉了 但是石海的水 因為密度太高 它的濃度太高 是讓你泡太久不行 你的水會不會被吸走 脫水 所以說 你在 你在那個 為什麼石海的鹽份會這麼高 為什麼 因為它鹽份很多 為什麼 你覺得海水那麼多的東西 我幾個海水都可以塞在一塊裡面 它沒有像外的東西 海呢 還有像外的東西 我知道 海才大 因為殼川 往它流進來 然後殼川的水會一直蒸 對 可是它靠木層還是會一直沉悶著 而且它比較小 它密海 對 海那麼大一片 你說它 海裡面水全部蒸嗎 料房內濃縮起來很難 所以它那個小 那麼小一塊的 額 補水 或者是石海 蛤 石海鹽 石海鹽怎麼樣 會比較 會比較 會比較好嗎 對啊 我不知道 所以 有人說是嗎 你有吃過嗎 我沒有 頭露 頭露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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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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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小鹿的 這個 一回來就加一點 麥當勞嗎 爽 爽 它是十點 秋衣 那一點 至關重要 秋衣 它 它這樣就十大點 我看到 我看到 欸 它這樣就十大點 你每次上就睡覺 就沒有扣點 這樣子不舒服 扣點 扣了 沒關係 我現在開始 之前算了就算了 聽到趴下來 讓我覺得意識不清醒 就直接扣兩點 我覺得齁 對 沒有主觀意思 沒有主觀意思啊 我的叫兩聲 缺點 缺點 沒有理由我就扣兩點 欸 你又是我 缺點缺點 你又不是我 缺點缺點 沒有沒有 我就扣兩點 可是 可以聯繫開馬 欸 我叫了三次 它都沒有回應 沒有 對 有沒有 對啊 可以連續開馬 如果每次想到叫加兩次 沒想到 嘿嘿嘿 好 我剛剛把這個水 攪過了 就是齁 有沒有看到 上面開始澄清了 有沒有 上面開始澄清了 下面這邊開始比較濃一點 可是下面這邊黑色的 有沒有看到 黑色 我剛剛筷子整個攪拌過了 不是筷子 用棒拿整個攪拌過 那是什麼水 可是很快的 扣兩點 比較粗的 石頭砂子 就已經先沉澱了 好奇 上面這一層呢 是比較細的 我們剛剛沒有解釋 我剛剛有在問多一個問題 PM2.5 我把砂子 PM2.5 假設石頭的本層好了 石頭本層可以變PM2.5 所以PM2.5 什麼意思 空氣的那個 把它修復歷史 PPM2.5是紫的 是濃度嗎 是啦 好大棒 紫鏡喔 非常好 紫融非常好 紫融加一點 哇 紫融器不可以是紫融器 好 PM2.5 就是 它的一個size的意思 它是2.5 可可微密 2.5個m m 2.5個m m是多少 m是meter嘛 公尺 m是多少 m是多少 10的負6 10的負6 所以它是10的負6公尺 2.5 可以10的負6公尺 非常非常小 非常非常小 PPM2.5很危險 為什麼 對人體傷很大 因為它太大顆了 太大顆了 太小顆了 因為它太小顆了 太小顆你吸進去之後 它卡在你的背套裡面 出來了 就黏住了 就卡住了 它那麼偏 它只它的大小 對 對 對 是半徑 直徑 卡住之後呢 因為 比較大顆的 比較大顆的灰塵 你身體會有一些 像糖啊 或者是像一些黏膜 它會慢慢的 給它推出來 可是偏有點太小了 卡住就很難推出來 那卡住之後呢 它慢慢就會變 肺的纖維化 你容易咳嗽 容易產生肺病 然後你那個 肺的那個肺活潮就變小 肺會硬化 肺會硬化 你肺之所以可以 可以呼吸 是因為你肺可以張開 跟氣球一樣 再收縮 張開收縮 可是你當肺硬掉的時候 你吸不進去 肺會卡住 你會不舒服 所以 肺肉類會造成很大問題 是因為這樣 那這還不是最大問題 最大問題是 會變血臉 會變血臉 唉唷 才以後你要說什麼 嚇到我了 我們一般這麼小的顆粒 這麼小的顆粒 問題是 它不會 掉下來 它不會掉到地面 和這一邊 雖然說 純維化比較美 但是不要這樣好不好 不是比較 不是比較 絕對 PM2.6因為它 巴黎波賽也太小了 所以它掉不下來 簡單來講 空氣中有非常多的氣體分子 它會掉下來之後 因為它太小 它氣體分子撞到它 就彈上去了 要掉下來就彈上去 很故意喔 就跟打乒乓覺得 在空中 它是飄來飄去的 它掉不下去 你上來比較大一點 又10了 PM10 10秒的巴黎波賽也比較大顆一點 所以它慢慢會掉下來 因為重力會慢慢掉下來 所以沒有打拉 但它旁邊沒有那麼高 它慢慢會掉下來 所以更大的PM20 它就更掉了更快 簡單來講 我把這個規程 這邊有溫比溫的 我到一棒 它雖然會有一點飄 可是它慢慢會掉到地面 對不對 它就掉下來 它的巴黎波賽也很大 你巴黎波賽也越小的時候 它就越容易隨空氣飄來下去 它不會掉下來 所以它可以從很遠 每一個地方 從北京 慢慢飄來 飄去台灣海 夠遠吧 沒有很遠 發神風 沒有很遠 沙灘發是很高空 沙灘發很高空 所以它也沒辦法 被雨打下來是不是 雨會 雨有幫助 夏雨會有幫助 北京大概在這個地方 台灣在這個地方 這距離大概是 將近快2千公尺 2千公里 2千公尺 有 那邊飄去 而且你要知道 沙灘發跟PM2.5不一樣 沙灘發是因為 它整個捲到高空 很高的高路 很高的高路 10公里以上 它慢慢飄起來 飄2千公里 沒有問題 PM2.5通常在地面形成的 空氣不來 它形成PM2.5 可是它可以像水風慢慢飄 飄飄飄飄飄飄飄 你可以知道它會成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它會隨著那個 氣壓的關係 它會先帶上去 那不是有貨 怎麼會 也會啊 對啊 所以 它量也沒有很遠 所以你這樣 這樣 比較不太對 說 它的細小 跟它飄的量遠一點 我跟你講 因為沙灘爆行程的時候 通常是 可能是北方高激壓行程的時候 它很快速往下走 它就帶下來 可是PM2.5 不見到快速的風吹下來 它可以慢慢飄飄 慢慢地又飄到 它有時候會散得比較遠 停留在空間中會非常久 那通常下雨是有幫助 所以通常水也是一樣 你看大的顆粒就沉下來 小的顆粒它慢慢在飄 它不會這麼快飄下來 它飄比較久一點 它慢慢飄慢慢飄 就一兩瓶 它都一兩瓶 你看 大概 我們剛剛從下課到目前為止 只有20分鐘時間 它在這邊掉下來 掉這麼多的位 可是越來越烤越緊 越來越難飄 比較難成降 比較難成降 我畫了這邊要成 所以呢 我們可以想單單的 我從山江我講的水 我誰會先沉下來 大顆的石頭還是小顆的石頭 還是灰塵還是沙子 沙子要先沉下來 沙子要先沉下來 小顆的石頭 我們剛剛的幾顆粒 越大顆的越先掉下來 越大顆的越先掉下來 越大顆越先掉下來 不是越重的 沙子越重 不是越重的 越大顆的 問題好 還是又剛回到五顆的大顆的 這個小石頭 跟中間的小沙子 跟上面的小微塵 密度也不一樣 一樣 所以你越重的意思是什麼 是顆粒大小嗎 這顆粒大小 那就對了 顆粒大小 顆粒越大的話 越重的就先掉下來 接下來誰看 他表面具越大 所以不是 浮力也越大 再講一遍 他表面具越大 浮力跟表明具有關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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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力越大 越大跟浮力越大 越大跟浮力越大 對不對 他剛剛物質的密度 對 但是如果都跟 密度有沒有關係 密度都 有啊 有關係 如果物質的密度小一就有關係 小一的時候 對 可是當物質的密度都大一的時候 密度身上沒有影響 因為他整個撐到整個區 他可能只是跟他體育有關係 可是上面不能講 跟他浮力有沒有關係 因為他大顆小顆 他的參數 我的質量也跟他體育有關係 我的浮力也跟體育有關係 所以兩個體積上的數字已經約掉了 所以他事實上跟體積的關係不大 他的體積關係不大 他事實上是跟他的大小顆粒有關係 就是跟質量有關係 跟他整體的質量有關係 密度相同 密度相同 所以 可是我們有什麼質量 因為他會有一個係數 然後 等一下我們要兩個一起講話嗎 我們可以 好 現在誰先講話 他講一下 他講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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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一個狀況下 不會變得重要 所以我會想說 沒有 如果人重量越大 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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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怎樣 我同意 我同意 有沒有不同意的 他講什麼 有沒有不知道 他說 下沉的速度跟這個本身的重量有關係 重量越大 他越容易下沉 他要算這個 彈 可以 算什麼 就是他 跟他的彈力係數 跟誰的彈力係數 對 對 而且我們可以分子的彈力係數 我們可以考慮 這講的有點太深 簡單來講 他就是一個阻力 在空氣中 偏溫一點點掉不下來 因為他在空氣中的阻力很大 可是我覺得密度也有規模 密度也有一點點 對 但他阻力很大 水裡面的話 他往下掉 也會跟水裡面的阻力有關 帕利波賽就會小的時候 他在空氣中 在水裡面的阻力也是很大 所以他不容易沉下去 不容易沉下去 不容易沉下去的時候 然後呢 機械 他停下來就是比較小顆的 再越往下走就越小顆 越小顆 越小顆 就是休息 不是在 腿中的時候他會怎麼 體積越小 有時候 福利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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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那他應該會很快就沉下去 福利越小 可是他一樣 他往下他的重量越小 沒有 假設 都是兩個 密度是1.1的東西 然後 皮都非常大 皮都非常小 那兩顆應該會充實成底對不對 不對 為什麼 不對 這個東西就跟我現在拿密度一樣大的球 一個很大 一個很小 我在空中這樣掉下去 誰會就碰到地面 比較大那個 對啊為什麼 密度要大 為什麼要先掉到地面 對耶 為什麼要先掉地面 其實空去阻力有影響 而且立刻說 我們兩個都會說 沒有 那是正空的情況之下 正空的情況之下 會一起掉地面 你有空去阻力的情況之下 因為大的球 阻力比較小 小的球 阻力比較大 就是正空的狀況之下 會大的一些掉下去 正空的狀況之下 會兩個一起掉下去 現在沒有空去阻力 沒有空去阻力 沒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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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趙宗他在講話 他先 可是你講後 影響到我們的聽覺 沒有在跟你講 對啊 會聽覺會影響 來 趙宗你先講 因為小人掉下去 因為大人比較小 然後先掉下去 因為不是 因為小的主力比較大 小的主力比較大 沒有錯啊 所以他不會先掉下去啊 因為小的主力比較大 為什麼 小的主力比較大 為什麼 這個 這個就牽著到 這個牽著到 這個牽著到 牽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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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格來講這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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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面積 解面積 解面積 我講解面積好了 一個一個解面積 我在裡面所看的質量 這邊所看的質量 解面積來看的話 質量比較大 質量 右邊 右邊質量比較大 所以空氣 對它的影響 你可以說 是不是你對這個面積有了 沒有 可是這個質量 比較大 這個質量比較小 在這個解面積手 分配它的質量 比較小 所以它主力很大 空氣 空氣 什麼意思 沒有懂 這個質量 是不是 你 是不是 假設的 假設 它的指徑是1 它的指徑是2 它的指徑是2 它指徑是W 我問它指徑多少 2W 它是8個W 8個W 8個W 是不是 0.2 4個W 表面積 質量怎麼跟表面積有關 同學 不是 質量跟體積有關 對 體積是不是半徑的三次方 好 眼睛是3分之4 眼睛是3分之4 這個我們 因為很多同學 已經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了 眼睛是3分之4的拍好三方 所以它跟直徑的3方有關 它跟直徑的3次方有關 對 OK的 那左邊那個它有數右邊那個質量的一部分 是嗎?沒有,就放開了 那這個面積假設是A的話,這個面積多少? 4A 4A對不對 所以這個面積要去分散這個質量的話 是不是A分之W 這個面積要去分散這個質量的話是多少 4A分之8W 所以等於多少? 這個是它的兩倍 這邊是它兩倍 所以它空間主力頂不住它 它掉的比較快 它比較容易被堵出,它掉的比較快 懂意思嗎? 這樣輕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質量在大10倍 我最多是大10倍啊 相較的東西主力比較小 OK 所以 又不對 你只大10倍的話 應該會大很多 同學 這個大1倍 它這個比例就大1倍,看到沒有 所以這大10倍,這比例不是大10倍嗎? 好 這不是數學嗎? 同學 好 所以我們的砂石或石頭 從山上下大雨滾下來 這個叫做搬雨左右 我的石頭被搬雨下來 我越大的石頭很容易就掉下來 就掉到水面去了 所以它就撐下來 比較小的石頭呢 它因為它比較輕 它主力比較小 它就被帶到比較下雨的地方 然後它就沉在下面的地方 然後這個沖,衝擊平均就會沉在下面 所以可以看到 150額這樣塗啊 150額這樣塗啊 150額這樣塗 你看喔 上面都是比較大顆的 立岩啊 石頭啊 這些就會沉在上面 慢慢的這個沙子啊 泥沙 就會被沖到下面去了 OK 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喔 所以你們再看 這個慢慢的 你看它掉就掉下一點 而且黑色的布要變厚了 有沒有看到 黑色的這區有變厚了 好 風外的現象有很多種 有一種是叫做 這個叫做 第154頁 有一種叫風磨石 簡單講 風在吹的時候 為什麼會把石頭給磨石 它不是風仁石 風仁石 什麼 風仁石 什麼 風仁石 風在吹 為什麼會把石頭給磨掉 你看這個 第154頁 那個石頭 被磨的這個樣子 因為風很厲害 風為什麼很厲害 會把它磨成這樣子 因為風 因為風 沒有錯 因為風在吹 風在吹的時候 我們還把一些小 比較細的 沙子會帶在風裡面 這個小石頭 會撞到大石頭 它就會有撞擊 會有撞擊 撞擊它慢慢就把石頭給磨碎了 就會磨碎了 這經過可能是幾千年 甚至要上萬年 它慢慢磨磨磨磨 磨到這個石頭 這個石頭就變光滑了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一個是風夾在石頭吹 一個是海夾在石頭吹 一個是冰川夾在石頭走過去 這三種力量 誰的力量比較大 冰 冰川 為什麼冰川比較大 冰川比較重 冰川比較重 冰川是固體 冰川不是固體 冰川看固體 固體 冰川是固體 但冰川 冰川在沿路 在跟那個山 冰川在磨那個山壁 是靠什麼來磨 靠固體 靠什麼固體 靠沙子 靠沙子 那個冰夾著石頭 夾著沙子 它經過山壁的石頭 是靠裡面的石頭 在跟石頭摩擦 靠冰去摩擦 你靠冰去摩擦 沒辦法把石頭給摩碎了 為什麼 它很滑 它很滑 水沖過去 它會把水仰邊的岸邊給磨掉 水流下來 它會把岸邊磨掉 或者把殼的中間磨得深一點 是靠什麼 是靠水嗎 靠沙子帶走 它是靠水裡面的石頭去摩擦 所以裡面的石頭去摩擦 去撞擊 撞擊岸邊 撞擊河底 去把裡面的石頭 把它撞走了 它撞鬆了之後 它跟著水又帶走了 所以水有切割的效果 是這樣的 同樣的風 風在吹 為什麼它可以把石頭 變成這個風磨死 為什麼 不會 都會重擊 剛剛董哥講的 風裡面夾到一些小石頭 小小的沙子 這沙子吹過去的時候 它會把這石頭給吹 吹去撞擊到這個石頭 這石頭會跟石頭的摩擦 就會把石頭給摩光滑 你知道我們以前 在加工有種叫噴砂 你有聽過噴砂嗎 牛仔褲 跟牛仔褲是喜歡的 噴砂 你老爸跟我們看 他不會噴 牛仔褲啊 噴砂去噴牛仔褲的 對啊 那這樣就會 感覺會有那個 好 你玩過噴砂嗎 我 對不對 牛仔褲覺得我玩過 我 我印象中你要玩過 嗯 什麼時候 是不是 在哪裡 是 是油漆文的 噴砂嗎 表面 還是什麼 有沒有 你告訴我有沒有 這邊有油漆過嗎 好 OK 好開心 噴砂怎麼做 噴砂就是拿那個高壓空氣 噴的時候呢 他高壓空氣 夾在一些沙子 4.5 吐一下都不會燙 這沙子噴出去的時候 他可以把表面整個打磨 打磨 你看看那個 鑊牛仔褲是一樣的概念 我打磨就可以變得 這個很粗糙 像有時候我們機體加工 加工玩的時候 機體加工表面非常光滑 像這樣亮亮 就是 像這樣亮亮 可是如果這是坦克的話 那亮亮的很不好 為什麼 會反光 會反光嘛 對不對 所以他 他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做法就是 五種叫做霧面油漆 可是 除了油漆 因為表面光光的 除了油漆 連阻塗不住 也把奶奶奶連阻塗不住 所以這表面的處理 要怎麼處理 噴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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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表面就變霧霧的 因為他 為什麼變霧霧了 因為他被高壓空氣裡面的石頭 撞到了 撞到一直撞到 他把表面撞出霧霧的 怎麼樣 你要知道什麼 他要找分砂 他要找死的 對 應該有一個 應該有一個饅頭吧 有一個麵包 在做什麼 煮 沒有麵包 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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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這邊吃到袋裡面嗎 沒了吧 沒了 那就沒了 笑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百 我不知道 因為他上次有買早餐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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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五十五夜 一百五十五夜 看他講啊 像這個 龍洞啊 像這個海邊啊 你可以看到 他就排石頭 他那排石頭怎麼出來 都用排水帶著一些西沙 沒有錯 在岸邊啊 海浪打上來的時候 海浪在湧動的時候 他已經夾來一些小石頭 你在岸邊 你在岸邊的時候 你看浪打上來 會不會覺得很多石頭 躺在腳上面 對啊 有沒有感覺 有 那個浪一樣 如果浪搭一點 他打到那個石頭 他一樣那個小石頭 會打到那個石頭 所以他把石頭可以衝起衝起衝起 慢慢的石頭就碎掉 就變成像那樣 海石洞 浪海石洞 浪海石洞那地方 就是他那邊浪 然後搭一點 很難 好 所以這是侵蝕的現象 那講到侵蝕 有兩個現象 這個河水在搬動的時候 我如果把這個河 從前面進來看的話 通常這個河型 不會是什麼型 會是V型 還是U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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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型 為什麼是V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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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幾間隔絕處流通 然後這邊越來越新越來越批 流不量 不是這樣 來看一下 這邊 水在流動的時候呢 講的是水 你認為岸邊水流比較快 中間水流比較快 中間水流比較快 這邊水很快 這邊水很快 那我們剛剛講的 沖刷跟水流不怎麼關係 我覺得有關係嗎 你流得越快是連四跑得越快 對啊 跑得越慢 所以岸邊被磨損的比較小 中間磨損的最大 最很讚 就是磨成這樣子 我們要學習 好了這是水喔 這是合理喔 那如果冰呢 冰哪裡是一樣的 冰在移動的時候 請問一下 中間流的比較快 還是旁邊流比較快 沒有一樣嗎 冰都一樣快 冰都一樣快 有一定的差別 但是基本上都差不多一樣快 冰都是一樣快 所以冰都一樣快的話 是不是 旁邊跟中間被侵蝕一樣多 所以它會變成丟型 基本上變丟型 兩邊是一樣多 它底下就比較平了 所以要看冰在地形 像雪山山岸那邊 你可以看冰在地形 你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叫做冰島 它就是一個像本級一樣的東西 它是這樣衝下來 整個衝下來 所以它就是基本上是一樣關 就是一樣深 這個是U型下去的一個深度 有概念嗎 有概念嗎 這冰川的移基 所以你要找冰川的移基 通常找U型三骨 U型骨的話通常是冰川的移基 OK 這是冰川侵蝕的現象 接下來呢 這些殼在流動的時候 裡面的石頭 除了這個刀 比較高的地方也會掉下來 大概是 可是它殼呢 只要流進去 假設這邊是突破 這邊是突破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一個現象 是裡面會有魚 大概會有魚 我這水流下來 水流下來 流氧化就流了 我水流下來 流到這個浮的時候呢 流氧化還是會流 我流進來這浮的時候 其他石頭 會不會跟著我繼續往前走 會不會 會不會 不會 為什麼不會 因為浮很大 因為浮很臭 基本上 我們水 這是基礎面 對 這是基礎面 水會往下流 是因為這邊高度流比較高 這有位能差對不對 但你去到這邊之後 它就沒有位能差了 基本上 位能差非常大小 水就 不會再往前走 所以 你所有的雜質 都會在這邊開始 往下流 有自然的沈降 你會不會再沈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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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會歇我再往前走 它會歇我再往前走 如果這邊又是 就是比較低 對不對 可又會繼續往下流的時候呢 我這個壺 還是會有點帶過來 會有點帶過來 會有點帶過來 但是呢 大褲蛇 沙子啊石頭 會先降到這邊來 這是一個基礎面 那邊不會越來越沈降 它就吐出來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 最終最終最終 會到海裡面 當我到海的時候 海會不會像你講 那海會再往前流 海會再往前流 海會六六六八 海就很難再往前流 海就是一塊 最終的基礎面 這是最終基礎面 這是暫時的基礎面 這是暫時的基礎面 這個沈降是這樣 你是不是太早起來了 沒有 我今天睡比較多 這樣子 沒有 他昨天被人射了 其實他是想要叫我直接給他敷一點 靠一點 趕快去 趕快回來 對 冰在流動 對 冰在流動 對 就是冰在流動 對 就是冰在流動 河川就是水在流動 河川就是水在流動 那他們為什麼不用冰 香 在流動 鹽漿 還有人潮嗎 人在流動 鹽漿 鹽漿在流動 我們為華人的街道 一星時間 就是在流動的學校 他們制服 東年的制服是那個 咖啡色的 然後他們 就有人說 如果你拿空拍機 他們去校校園頭一放那個 照那個校園門口的話 那到晚上 放學時間去 就是直接撒出來堆咖啡色的東西 咖啡色是什麼 制服啦 它是個制服 外套 空拍機看看是什麼 就像打鼠一樣 就像打鼠一樣 好噁心啊 不要 然後擋就這樣出來 然後空拍機看 而且是咖啡色的 不開心啊 別讓子彤不開心 好我們這樣石頭在走的時候 我們都講了齁 石頭 那邊是牛的 那邊是牛吧 同學 好 假設我們在另一條河 一條橋 橋 我在走的時候呢 橋蹲通常蠻冷身 那為什麼蠻冷身 因為他怕橋蹲就沒有自稱 對不對 可是呢 這邊都是石頭 因為它是很多層積的石頭 所以這個石頭 中間埋著我們的橋蹲 那如果有人 倒彩殺死 譬如說假設 我把這邊一點石頭 給挖住 因為這樣把它蓋上去 石頭很會啊 一車石頭乘1000塊 他就把石頭挖住 所以我這個石頭就少了對不對 他就少了 他就不過去 所以那石頭就補過來了 那石頭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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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石頭就露出來了 橋蹲就露出來了 他被氣死 他被氣死喔 我覺得上個天下的石頭 就打到橋蹲了 上個天下的石頭 就可以打到橋蹲了 就可以打到橋蹲 所以橋蹲就慢慢的 會破損 會被騎死掉 所以這個橋蹲就斷掉了 然後橋就滑 所以下游的石頭不能挖 對不對 那其他上游的石頭 為什麼上了石頭不能挖 為什麼上了石頭不能挖 因為他會補啊 哪邊會補 哪邊會補 上面會補下 假面石頭被摸走了 他會先沈在上面 然後下面就變得了 哪邊在假面 他會先沈到上面 我上面的石頭衝下來對不對 我要先坐在這裡 覺得石頭補不到嗎 可是這石頭會飄走 這石頭會飄走 然後他會慢慢飄走 石頭慢慢飄走 然後又要發生光樣的事情 一樣 光是你坐石頭就直接打到橋 只是比較晚出血而已 所以你上面也不能挖 下面也不能挖 上游的石頭不能挖 下游的石頭不能挖 那你就挖橋蹲 通常是這樣子啦 通常是橋蹲的上下 上下游大概是200公尺 或100公尺之內的石頭都不能挖 圓一點的可能可以 圓一點的它慢慢分散 它影響比較小 但是你在100公尺以內的 或200公尺以內的石頭 你不能挖 它通常是保值橋蹲 所以你看它170公尺 你喬這麼多肉 通常都是有人倒挖殺死 會造成危險 好 然後還有一個字叫做什麼 海岸線的平衡 什麼叫海岸線的平衡 什麼叫海岸線的平衡 我們石頭在流動的時候 就是會有堆成績跟風化 假設 假設這個屬於散 有在岸邊的時候呢 我是不是會把石頭會承接在這裡 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把石頭都挖走了 這片石頭會出來嗎 通常它倒是平衡 也是什麼 我這樣打上來 或是假設這邊有 羊油在流動的時候 我會把這石頭帶走嗎 對啊 石頭帶走 可是我如果這邊河水有補 新的石頭下來的話 基本上這個海岸線會平衡 那邊就不會動 什麼事 非常愛是平衡一下子 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我石頭被挖走 它補不下來 它沒補充 我的羊油繼續有動 它把這邊帶走 接下來你的頭要會怎麼樣 是不是被刺激 後來就被刺激了 後來就被刺激了 後來就被往後退了 就往後退了 那往後退了 這個缺點就是 以後讓他打上來 又能打到岸邊的 加 所以馬路上就被打他 這個在哪邊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哪邊 哪邊 我 我 你有沒有聽過哪邊 這個讓他打上來打到岸邊 開外有沒有 開外有沒有 排一下子 去到哪裡 有之後 漢王就不漂亮 腳心那邊 要跑 還有靠近那個頭層這樣 北面一點 如果 等他已經就把8星就會換成空 沒有很遠 所以大家有沒有開風 那些比較厲害點 就像不一樣 會打到陸地上哪 所以周部 那这时候怎么带 盖水帮 盖水帮 平方吧 盖什么 平方怎么盖 脚 平方怎么盖 你刚看完你没有发现 然后水泥啊 钢筋都盖一盖 所以把那边空下来 你之后挡一下 那你空起来吗 这样吗 有啊 啊 空起来 防破底都在盖了吗 你还没看到吗 有 是吗 这个是防破底啊 但是你如果要挡 要把那个沙子流住好就这样盖了 沙子流的话 通常是这样盖 你要用来的沙子是不是 对 要盖进去 盖进去的时候 这个洋流流过来 不容易把这水带走 沙子会停留在这边 沙子会停留在这边 它就终于被盖走 然后它终于被带走 但是这个地益还是治标 治本就是要维持一个平衡 你沙子流下来 要让它流下来 不能把它打住 都打挖走 对不对 观点 对什么 要质 要质 怎么样治本 要质 怎么样治本 就是 要让它打到 怎么样到达成 我会想说 要让山上的石头 好 你蛮厉害的吗 对的 我的笔箱都要石头 亂讲 我刚才计时 我刚才不是应该讲话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好 扣两点 你看国家的 耶 不是 我的国家是同白的 然后就开始这样 好 好 我们现在讲石头跟光沫 其实在高中 有 就变成弄到手 在高中那时候 打开来的东西 所以 听一下 听一下 原来就讲石一下 他就是问 东朋友太太 对不对 到时候是朋友太太 对 这是一个概念而已 不用算 好 好 我们现在讲石头跟光沫 在地球刚刚起床的时候 地球的石头 有什么爱的 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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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不可以一个人讲话 那都不不不 不知道在讲什么 来 说 说是熔岩 熔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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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不同意 这时候有人讲的话 你们可以反过他 不同意就自己所讲话 来 同不同意 熔岩 熔岩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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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壳里跑出来的 地壳跑出来的 没有 那他说 你讲话 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问题 他说熔岩凝固形成地壳 他说熔岩哪边来的 你说地壳融化 我说地壳里跑出来 地壳里跑出来 问题是地壳还没形成啊 熔岩凝固才会形成地壳嘛 熔岩没有形成地壳 熔岩怎么从地壳跑出来 地壳跑出来的 熔岩从地壳跑出来的 他们别的说法 如果就中央 不是这样跑出来 另外一遍就说定 那是现在 那是现在 地壳 就中央大跑出来 就是不知道什么 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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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的那种 好 宇宙的那种 好 这个滑桌 我公陶桌 那是什么 这个滑桌 你也有没有听过这个 没有听过这个 没有听过 只有你这个 这个 这个 铁丝 铁丝玲珑 第三 铁丝玲珑 双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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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smelled 双咏 八 PO 现在还蛮有趣的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大概在100亿年前 我 Stu 100亿年前 有一个 那下次宇宙比这个球还小 为什么 甚至比一個點 甚至比這個點還小 所以我看到說什麼 我們發現了一個比這個 140億光年的情形 所以他們 說什麼 所以你剛剛在空手接觸 那就放在分皮嗎 不是啦 我剛空手弄了一隻蚊子 我看你手把它掉在一個蚊子 哇靠 抓起來是蚊子 同時我把蚊子給捏斷了 沒有 好 我們發現一個情形在 141光年外 141光年外 所以 宇宙應該已經在 141光年前 就已經有這個情形 好 那這樣講 這個蚊子現在不是雙光 現在是十萬光年 雙光年就會給我 只要跟十萬光年 差不多 十萬 十萬光年 雙光年 雙光年 跟141光年 誰比較遠 對啊 這好像算數怎麼 同學 141 141 61 60億 50億 84千倍 好 各 10 百 千 萬 千萬 百億 千萬 千萬 十億 百億 一百四十億 在這邊 嚇死人 十億 一百 一百 一百四十五光年 一百四十光年 十四十光年 一百四十光年 誰講 隨便講的 隨便講的啦 為什麼 妳好快喔 為什麼他那麼小 誰講的 我講的啊 你講的算了 我講的算了 我只講個故事嘛 好 你自己想想看 你剛開始的時候只有這樣 當然我講的事情是沒人知道 因為151年前誰知道 151年前誰知道 沒人知道 我猜嘛 這是一個邏輯嘛 這是一個理論 爸爸我講151年前造中創造的地球 可以 你說話 謝謝 我曾經有創造的地球 科學家推論說151年前 160年前 是不是2001年前隨便 超級重力點 整個宇宙就這麼小 超級重力點 超級重力點 世上有沒有重力呢 沒有 重力 你怎麼說不重力 到底有沒有重力 不知道 麵盤 重力大聲 幾大層重力 應該是質量非常大 那邊有質量嗎 有質量嗎 有質量嗎 沒有質量 為什麼沒有質量 什麼都沒有 有質量的東西 全部都變能量 全部都變能量 在那個時候所有東西都是能量 因為它已經非常非常密集 密集到這樣 簡單來講 可融可融 出木製之後可融可融 已經都沒有 都沒有東西拿來可融可 沒有負質喔 它沒有負質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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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有負質 沒有空間 沒有體積的概念 沒有質量的概念 它只有能量而已 所以就 中心都是一點點 非常非常密集 可是密集到裡面 它自己收個爆炸 就爆炸了 一瞬間 在10-34秒的時候 一瞬間爆炸之後 一百倍 一百倍一百倍 我怎麼會爆炸呢 爆炸 爆炸是應該怎麼沒有 可是實際上 簡單來講 再回來講 原本來講 銀杖的膨脹概念是因為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是看著你的時候 就是他在同價 欸 秀逸 怎麼樣 他距離拉屎啊 也太久了吧 那邊 人家不舒服欸 你放在十幾分鐘 人 你管人家不舒服 有點可怕 所以這個宇宙一直紅燈 我們講紅燈 實際上這種壞 是我們的不漢宇宙 假設你換個角度想 你換個角度想 有沒有可能是我們人生縮小 我們錯的時候在錯想 有 有可能 相對的也知道 有沒有可能是讓 在這個宇宙之外 他一個宇宙 一個人 非常必須要看你 這麼一點點 紅燈 又什麼聊不及 對不對 所以我們被吵鬧 我們最本來講 這是一個 一點點小事情而已 對 對 你看他想像那個 想像那個小文國的童話故事 最近我看到 因為現在阿媽購非常盛行 阿媽購知道嗎 阿媽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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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媽購是最近最大的新聞呢 你事實啊 最重力多 不是 夏威夷 夏威夷 你事實 阿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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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東西在出來之後 後來也有人講說 其實現在目前有一批科學家的研究 我目前存在的世界 是不是真實的世界 會不會是想像的而已 可是想像不是我們想像 是別人在想像的世界 你我在這邊 所以我們大家介面在一起 事實上 這是存在 某一個人的虛擬世界裡面 阿媽購 想像世界 所以想像的是虛擬世界 因為他的大腦 那個什麼 所以我們可能磨在某人 那個大腦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對 方法都一樣 沒辦法看別人 做十萬天的世界 這我不知道 這是說 有人這樣想 有人這樣 可能因為說 人自己想像的東西 他們都會有 你認為不太可能 都是他想像不到 他都知道你會想像到 因為說 人想像的東西 就是說 他在想像的想像 想像是真的話 想像是真的 那一個人 他想像的 他哪來都虛擬世界 他想像的世界 一定不可能是真實 他可能有一點虛擬 他可能是說 玩完完全 是說 是有無知性的 怎麼樣 怎麼樣 他們都是不去 不是在此的人說 沒有 但我來說 我們的世界很無邏輯 對 我們世界很無邏輯 是這個 對 可是我們世界是很邏輯 你確定嗎 你的邏輯說明是建構到 他的邏輯 其實是建構在他 對 你並不知道他 真的世界的邏輯是什麼 但是你建構在 你是活在他 建構的邏輯下面 所以你認為這個邏輯 非常多邏輯 那搞不好 他又活在別人的 沒有錯 也有可能 然後我們是來想像 之中的想像 像是 無限的 對 好 這個是 好 那回來 宇宙爆炸了 我們現在目前所理解的可能性 這樣 宇宙爆炸之後 瞬間能量釋放出來 能量釋放出來 爆炸的情況下 膨脹的情況下 是散熱還是放熱 是吸熱還是放熱 吸熱 是吸熱 吸熱結果會變什麼 爆掉 爆掉 膨脹 膨脹是吸熱 吸熱就會降溫嗎 對 對 吸熱就會降溫嗎 不對吧 頭上是吸熱 瓦斯桶你這樣 會發生什麼事情 變冷還是變熱 熱 變冷 對 變冷它就從環境吸熱 吸熱 所以環境變冷 它怎麼變冷 降溫之後呢 人量就變質量 人量變質量就開始出現 灰塵 出現一塊塊的東西 就出現物質的 物質有出現 物質增添之後呢 就開始形成 萬有雨滴 鼻子又不一樣吸引 然後轉流 轉來轉去 就形成雨滋 就形成爆炸 接下來星塵就形成了 星球就形成了 星零就形成了 各地的東西就形成了 好 我們下一場這個 給我看一下 不特技 Yes 我可以換外套嗎 等一下要試著把他臉上 那個奇怪的那個 什麼意思 對我不是看來 對了 好